作词 李宗盛 天地玄黄是否懂得爱 言语说出来总少不灭无奈 每段耳里情长爱到嘴边有口更难开 说爱的不明白不明白再爱 懂得提示作对年华上月是否懂得爱 还是我需要学会怎么期待 每段命中感情可恶只是采花的意外 要等的不回来不用等的自然才 儿女四亲和爱 在颤抖中花开 任最甜的最可抱的手最深的安排 谁保证她会来 你爱的你不太 我愿意带个年华之手不忍理睬 儿女四亲和哉 在试头里记载 怕地大天空白陪帮年华化妆眼彩 爱不来就不待 爱我自然明白 该不该也回答 爱是回到远了 爱是回到远了 朗月与庄文彤等人相互勾结 妖言惑众 企图颠覆朝廷 这还不是罪吗 儿是 是 既然有如此大逆之罪 为什么还不做呢 当然应该你说呢 不过 不过什么 那只听说 那零九月可是王府六哥哥的书法先生 那又怎么样 格格咱且不说 可是咱们那个王爷对零九月青睐有加呀 王爷 是 王爷和六哥哥都瞅着他 不错 王爷和格格是宠了他 可是 你还忘了另外一位 啊 另一位 数倍是愚钝 王大人 就是当朝的圣皇太后 太后啊 那我再问你 你说这大清的朝纲是捏在王爷的手里呢 还是钻在太后的手里 你这还用问吗 当然是太后他老人家的天下 那你说老夫呢 大人是说 哎呀 老夫是有太后成妖 那当然了 再说了 老夫今非昔比 你一跃成为当今的军机大臣 是是是 既然如此 你还顾虑什么 回大人的话 卑职立即就将零九月 老夫 那大人的意思是 既然要捉拿零九月 老夫 要亲自出马 等您有空 我陪您去抓 谁说不好了 哪里不好了 我觉得还是有点进步的嘛 听你这个零九月胡说八道 就知道贬提别人太高自己 哎呀 谢天谢地 我就盼着哥哥的这句话呢 你看啊 这个做老师的呢 一手要拿着大棒吆喝 一手呢 我还得为这蜜枣给甜头 我零九月哪是那块了啊 哥哥你还是早点把我给辞了啊 谢谢你啊 拜托拜托 拜托拜托 我走了啊 不接 我偏要尝尝 林老师手里那颗枣 到底是什么味道 啊 啊 哥哥 说句实话吧 其实你写的字 蛮像你这个人的 那 我这个人怎么样啊 你看这些字 这些字呢 虽然刁钻古怪 却颇有一股豪侠气概 而且呢 他还 而且什么 天真烂漫啊 饿尿多姿啊 真的 哎 满意了吗 小客套 站住 哥哥还有什么吩咐啊 你刚才是说我这个人 有一股豪侠气概 是 是 然后 跟着 嗯 你又说了一句 是 天真烂漫啊 你真的怎么想啊 我岂敢骗你呢 哈哈 你就是说你这个老师还是蛮欣赏我这个学生的 蛮喜欢我这个学生的了 什么 说呀 你怎么会这么问 因为我这么想 所以我怎么问咯 哎 哎 哎 哥哥 你要知道 你可是金枝玉叶 林某可只是一件 一件草民 这金枝玉叶跟草民有天然之比 不用说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这个人呢 外表点儿郎当狂浪不羁 不过你的心地 还是蛮善良的 蛮害厚的 我告诉你啊 我可是你老师啊 所以我才对你更加尊敬服从啊 呃 对不起 我要回家伺候娘子了 我知道 我知道你的老婆很好 而且 我也知道她病得很重 所以 学生才更加亲爱老师 更加欣赏老师啊 你想什么 你再捧我 哎呀 刚才把我给吓死了 你以为送鸡顶高帽子就可以偷懒 一会儿送酒 一会儿送高帽子给我 就是不想认真学 嗯 这都被你看穿了 好了 不许再顽皮了 哼 不玩不闹 就不是本格格了 喝 这么大胆 为事就罚你写十张大字 写就写 我怕你不成啊 好 明天早上招功课 告辞 不送 嗯 李大人 请上轿 不 上午已经很麻烦了 这回我自己走回去 哎 我怕您啊 今儿不方便走回去 所以再来回啊 都用轿子来接您呢 嗯 为什么啊 哎呀 今天的京城里特乱 到处都在戒严呢 戒严 出什么事了 哎 听说啊 朝廷出了大事 这会儿呢 还不敢论说 我看哪 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您请 嗯 嗯 好吧 啊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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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前面开路 护送林大人回府 驾 进去 你们什么人 你就是沈西明 正是 沈西明 你们平什么时候 再动 你们平什么时候 走 快点 站住 什么人 大胆 混掉 这位大人是 难道看不出来这是王爷的大焦吗 小的该死 小的该死 小的是刚从天津调来的 退下 走 过来 我跟上 站 去吧 全军机大臣 最乃惊敬见 奴才恭请圣母皇太后圣安 贵乃馨 奴才在 如今你已经身为军机大臣 大权在握 你得好好效力呀 扎奴才能有今日权因圣母皇太后 慈恩浩荡 身如东海 重如泰山 奴才甘愿世世代代为太后之犬马 以报效圣母皇太后一片圣恩 你心里明白就好 起来吧 谢太后 听说那些个乱党都清理得差不多了 禀太后 托老佛爷福 这京城内外 朝廷上下一干主要逆败已经落网 还有呢 沈西明也已拿货 庄文彤 林九月 即将归案 谁 林九月 就是那折上烫花林九月 林九月又怎么了 禀太后 那林九月是庄文彤和沈西明的同党 同党 他们过往甚密 暗中勾结 本宫只听说 林九月跟庄文彤他们只是同党的近视 太后 那林九月最善于摇虫骨蛇 信口雌黄 蛊惑人心 她那是瞎唠叨 刷个贫嘴罢了 谈不上是什么谋反 本宫倒是觉得 她那愣了吧唧的模样 挺逗的 太后 她最善于装疯卖傻 贵乃心 本宫心里明白 那个林九月惹过你 出过你的阳相 让你不自在 所以你就从心里头恨她 是不是 太后 奴才 其实那个林九月 只不过是一个狂生 算不上是乱党 更说不上是谋反了 她 肃清乱党 斩草除根 该杀的一定要杀 不能心慈手软 可留下个把不杀的 还得冲出门面 收拾民心 要是啊 惹得朝野上下 都怨声载道的 那可就麻烦了 太后圣明 再说 虽然皇上这会儿在营台那儿歇着 可还有不少人正巴着她出来呢 你明白吗 这 至于那个林九月吗 太后 奴才也只是想把她抓起来 关她几天 吓唬吓唬她 行她日后学乖点 嗯 那倒也未尝不可 不过 你可得记住 那个林九月 可是王爷宠着的 在这个时候 你别再惹恼了王爷 奴才 铭记太后的教诲 所以呢 你做事得有个分寸 这俗话说 打狗还得看主名呢 奴才明白 哎呀 老爷 你可回来了 出大事了 神府的家人说 他 他 他被抓走了 哎呀 说话没头没尾的 谁被谁抓走了 神老爷被抓走了 什么 沈西平 对呀 神府的家人说 他们先去抓庄老爷 恰好庄老爷不在家 说要是庄老爷跟您在一块的话 千万别让他回去 那有官兵等着他呢 文童兄他不在家 啊 我知道他在哪了 许四 快去备车 备车 他们家有官兵等着呢 哎呀 官兵等着也得去啊 快去 哦 老爷 是老爷回来了吗 啊 是是是 夫人 好点了吗 很好 没事 还说没事呢 还是觉得胸口闷得慌吗 昨天给你抓的药吃了没有啊 老爷 车备好了 你又要出去 是啊 有点要紧的事情要办 那你就好好歇着 我一会就回来 都都保重啊 我没事 你放心好了 这家里头有我在 走吧 小四 你快去找刘顺 让他赶紧到清凉禅寺来找我 知道了 老爷 然后你就快点回来 放心吧 老爷 老爷 你路上 可要小心呢 哎呀 你真烦呢 你要好好地给我看着夫人啊 放心吧 小的明白 自己也当心点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干嘛那么匆匆忙忙的 京城里都戒严了 发生什么事 六哥哥 你还不知道啊 听说皇太后 她又归正啊 太后归正 那皇上呢 听说皇上她昨晚 就给软禁起来了 城里城外 都是病 说是在搜捕乱党 这九门城内 都快成了她贵乃兴的天下了 太后刚刚启用她为军机大臣 岂不是有许多人都要遭殃了 哦 皇上提拔的谭司头 刘光帝 沈西明等人 都给抓了起来 说是要杀头 一个不留呢 还在抓张中俊的儿子 张文头 冒得可凶呢 王爷呢 哦 王爷一大早就被太后 请到宫里去了 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听管家说 王爷吩咐关警府门 将奴才们一个也不许上街 对了 你刚才说 贵乃兴抓了沈西明 还有抓中文头 对啊 文是听来的 街上都在传 那 你是在担心 林九月林大人吧 不会吧 林大人他又不是什么新党 可是贵乃兴那个王八蛋 什么上天海里的事 他都做得出来 整个京城都戒严了 让他们插翅眼 他们飞 他们能跑到哪儿呢 老爷 一奴才之间 他们肯定是吓破了胆 躲在哪儿发抖呢 不知多 贵乃兴在 替我搜捕所有左手手臂受伤的人 大人的意思是 把京城所有左手手臂受伤的人 统统抓回来 咋 贵乃兴参见大人 有消息了 林大人 中文头零九月等已经被发现 他们躲在清凉禅寺 好 替我一网打尽 要捉活的 放好一个 拿你试温 咋 林大人 你这是怎么了 没事 听说我师兄大刀王五他的好友 谭次同谭大人 也被贵乃兴抓走了 他们还抓了什么人 不知道 反正是贵乃兴因融入带兵进军 整个京城 现在是一片混乱 皇太后 那个死老婆子 又要重组朝政 现在 到处都在抓新的 太后重组朝政 那皇上呢 皇上 你还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 皇上 他已经被关起来了 没戏了 皇上被软禁 此话当真 当然是真的 皇上 皇上 文太兄 这位老爷他 他是庄大人 官兵正在追捕他 是庄大人 刘春 我请你过来的 就是想让你 保护庄大人 去找一个人 可是你 没事 既然林大人 如此看得起刘某 就都包在我刘某身上 好 算我没有看错你 文太兄 快走啊 不 无所谓了 皇上他都被关起来了 我庄文太兄 他生死 还有什么关系 文太兄 庄大人 快 我们把他弄死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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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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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文秀啊 你怎么来了 嫂子 别下床 外面凉 哎 九月哥呢 他刚回来 又出去了 说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你有什么事吗 啊 没什么 是我爹让我过来看看 哎 这外面 一整天都乱哄哄的 好像是出了什么事 不知道 九月他 九月他什么时候回来 谁知道啊 这阵子 他一会儿被太后召去 一会儿被王府传去 东一头 西一头 多照耀啊 他平常那张嘴 又特别爱唠叨 俗话说 或从口出 我真怕他又惹出什么麻烦来 到时候 让我可怎么过 嫂子 你可别多想 多想 文秀 你看我这天天躺着 就看着他出出静静 能不多想吗 有时候 真想回扬州去 脸不见 心不烦 九月哥他为人正牌 不会有什么事的 正牌 正牌有什么用 说起来 他种了个烫花 是挺不容易的 又做了个金官 其实啊 我这心里 巴着他别做什么官 还不如 弄点什么小生意 就像你们也俩 能到那些古玩 赚多也好 赚少也好 总度个安稳的日子 可能不是九月哥的志向 我知道 文秀 外面的动静挺大 告诉我 外面出了什么事啊 听说皇上 他被软禁了 眼下正在抓新党呢 新党 九月他不会是吧 我猜九月哥不会是的 不过 听说沈大人被抓进去了 这两天 我这眼皮啊 就老是在跳 不知道 会不会有什么横祸 嫂子 你千万别瞎说 文秀 实不相瞒 我这心里怕呀 我也是 哥哥 哥哥哥哥 不好了 怪乃兴派人团团围住了清凉禅寺 那零九月是不是也被抓了 有的说 零九月和庄文童已经被捕 又有人说他们已经逃走了 到底怎么样 奴婢也不知道啊 兵力们围着 谁也不让进 到现在还没撤 那也就是说 零九月 还没有落入贵乃兴手中 那又如何 你想想 你要是贵乃兴的话 你会怎样 增加兵力 快去叫人给我背马 什么 零九月 虽然表面上有些放浪心海 其实她心里 有很多事是放不下的 她的骨丸珍藏 她的家 她的妻子 你是怕贵乃兴套会 快去背马吧 哦 包围 这边 你们到那边 仔细搜 报告大人 没有发现庄文童 住城吗 走 老东西 刚才有个姓庄的 是在这儿吗 她早就去了 她去哪儿了 贫僧不知啊 你 你这老东西 怎么会 你这都好了 善哉 善哉 有眼 怎么 是 你 你 是 JZ, They are my friend 是你? 哎, 马月儿 到一边再说 哎呀, 你这个洋人差点把我给挤死了 周月兄, 都什么时候了 哎, 你是马先生吧 我跟你说, 有事请你帮忙 请你把他藏起来 他可是太后老佛爷的敌人 我们外国人不好帮忙 哦, 你这个洋人竟然也给我打关枪 愿上帝宽恕 哎, 什么上帝不上帝的 救人要紧啊, 你懂吗 非常遗憾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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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周月兄, 你看 哎, 算了, 算了, 也罢 上帝和太后是一家嘛 咱们走吧 哎呀, 这, 走吧 哎, 不过我告诉你啊 这位爷可是京城有名的珠宝商 什么 他还是个珠宝商 那哪人啊, 我们走吧 不 哎呀, 你这人真是有钱 不转啊, 我告诉你啊 我们回去了告诉六格的 就说这位姓马的有眼无珠 财神面前居然瞎了眼 走走走走, 哎, 好像脸, 好像脸 卑职叩见大人 有话快说 渣 大人 卑职想告诉大人 出刑部大牢 京城所有牢房积压处都人满了 如果再抓下去 我怕 我怕 怕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京城的乞丐老弱 另外还有很多其他人 左手手臂都受了伤 按大人的指示都以乱匪抓了起来 所以 你 蠢祸 岂有此理 连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 难道让老夫亲自出马吗 大人英明 福提督 卑职在 变其人马 老夫要亲往林家一趟 渣 刘叔, 你我就此分手吧 我提问同兄再多谢你一次 不必多谢了 时下局势不明 你是不是应该先与我的兄弟们会合 再度打算好一些呢 放心了 我又不是你 手中既无刀谢又不是心当的人 你还是自己多加小心吧 只是你与贵连心过节慎重 我怕他不会放过你 我 我09月啊 你遭小人暗杀 也不会做那个 在危难之际抛弃离家的人 我虽然不会这个 呼呼哈哈稀里哗啦 但是我有这个呀 他贵连心能耐我何 你尽管去吧 走吧 走啊 保重 保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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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你还是回房休息一下吧 文秀姑娘一打听的好消息 就会回来通知我们的 谁 许四 是我不要误会 吓死我了 是我太猛撞了 09月回来没有 还没回来呢 既然这样 那你们快跟我走吧 走 对 我先带你们离开这里 这是我的家我不离开 可是你想连累09月吗 林大人 那儿就是林家 我看你往哪儿逃 快快快 快点 跟上 小心 夫人 等一下 对了 我们要留点标记给09月 还让他有准备 对 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 来 来 夫人 我先带你 就这样吧 这位 你不会看不见吧 走吧 走吧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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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不见有人 不见有人 把灯亮起来 就好像没事一样 这大人的意思是 我要等别入瓶 然后 瓶中捉别 有何个 谁啊 谁躲在那里啊 原来是林大人吓我一跳啊 林大人 你别走 我还有声音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莲诗罗牧 狐求不暖锦商宝 妙宰 妙宰 林九月 你好自在 可老夫找你找得好苦 是吗 给我撞 真爽啊 老爷我现在高高在上 到了大牢 你就爽不出来了 嘘 不要找谢林夫人 知道了 林夫人 你坐着 别动别动 我还未向格格请 不必多礼了 这些菜不可口吗 你想吃什么 我拆人给你去弄啊 不必了 弄得都很好 这是我没有胃口 隔天晚上也没吃过东西了 我当 这个林九月 真是的 竟然到现在 一点消息都没有 他会不会 你不要乱想 您大日古灵精怪 才知过人 就连阿玛 老佛爷 都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我想 他一定会吉日 最有天象的 但这一次 恐怕他劫难缠身 你不要乱想了 木丹 快拿汤给林夫人喝 是 林夫人 喝汤吧 我 林夫人 这可是格格亲自 关照厨子做的 是格格的一番心意 快点啊 谢谢啊 用发了 快点用饭啦 吃饭喽 是你 你怎么知道我 你知不知道 我花了多少银子 才混进来的 看来你对乔庄有影啊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的嘴怎么还不饶人呢 没听说过 既来之子安芝麻 不不 我现在是领雨待毙之人 不安芝 我又能怎么样呢 你知道就好 不过啊 你也不用太灰心 我们正在想办法救你的 实在要是不成的话 就凭我刘顺这一身本事 硬床 我要把你救出来 来 喝酒 哇 竟然有酒啊 果然是朋友啊 你给我拿那个 那个 来 有道是啊 今朝有酒 今朝醉啊 爽啊 好酒 你喝吧 痛快 林夫人 你没事吧 没事 要六哥哥为我熬夜 我实在担戴不起 别这么说 我也是在等牡丹的消息啊 反正我也睡不着 有九月的消息吗 我已经都派人手去四处打探 你放心 他一定会回来的 林夫人 你应该多吃点东西才是啊 你身体这么弱 又要吃素 你只有把身体养好了 林大人归来 才安心下呀 我这病 早该去了 却又不成 只是留在这磨人 九月他百无禁忌 我这个当妻子的 我有替他守债 希望菩萨保佑他平安 若九月无事 我情愿余生 常诉是佛 零九月有你 这是他的福分 其实 有好福分的是我 九月娶我的时候 我已有病在身 他对我不离不弃 拜堂那天 山路颠簸 他怕教父粗心 金字迎出来 背着我走了五里路 把我背入林家 我跟他说 辛苦相公了 他却说 我娶的是娘子 从现在起 我的肩 全凭娘子依靠 我的背 听由娘子驱使 我说 你明知我多病 为何还要迎娶我 他还笑着说 我既娶的是娘子 但娘子身上的三长两短 包括疑难杂症 我一并娶来便是 我自有体弱多病 再抱怨命苦 直到遇上九月那一刻 放置活在世上的意义 原来 我是一个这么有福气的人 是为了嫁给九月而活的 想不到 林大人 是这样好的人啊 很多人都以为 他疯疯癫癫 情狂不济 其实 他的心是怎样 我最清楚的 自我卧病以来 他从来也没有起过二心 一直对我无为不至 反而 是我没有经过为妻的责任 如果 我能以病入之身 换九月平安而归 我情愿去换 你别乱笑了 要是没有你的话 林九月也不会开心啊 你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要多吃一点东西 把身体养好了 这样 林大人回来 才会高兴啊 他这一次 我怕 你不用怕 有本格格在 即使有人想献他于不义 治他于死地的话 我也不会让他那样做的 我一定要让你们两个人 好好地在一起 刘顺 我记得你还是个 策字先生 林大人 你又拿我开算了吧 哎呀 没有没有没有 今天你给老爷我测一测如何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哪里会测字吗 我测个什么字呢 有了有了 上回你给老爷测的是个阴子 你记性还挺好的 可如今呢 老爷我深陷淋雨 堂堂的折扇探花 竟成了这监牢里的一个囚徒 你也别太难过了 于是那个阴子 就少了一横 就少了一横 少了一横 少了一横 见过这个字吗 这个字啊 一个球子 算你还认得几个字 虾猫碰上了死老鼠 你说我是死老鼠啊 没没没说你啊 没有说你 那好吧 咱们继续测字 还测啊 四边是框 里头一个人 哦 对啊 对啊 是不是 国中艺人 哎 没错 是国中艺人 有些朋友 天南地北 你却记得她是谁 有些情人 到老不约会 却让你心醉 有些时候 是死如鬼 只为证明我做的对 有些虔诚 面目都全非 我却无所谓 无所谓 你不是我这么描绘 我不只为 听笑戒备 我不是你这么体会 逃乱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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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你这么体会 逃乱之为 我不是你这么体会 你不只为 我爱过的香味 我爱过谁 我爱过谁 我又是谁 我这几三子 我爱过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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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是谁 我这几三子 我爱过谁 我爱过谁 这一趟他犯的是 逆党谋反 这是死罪啊 你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哪是什么乱党啊 他是给人冤枉的 这猪也可以把你关进大牢 那一定是一头 当大官的猪 你才是同猪呢 他不是猪 他呢 他连猪都不如 到底是厉害 我 打死了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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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太得意了 我只有一天 就凭你 只有一天 我林主任会找到你的 你一个快死的人了 凭什么呀 你说呀 你说 你 就凭我是零九月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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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